有一个犯罪弹火 就专门买了一种车型 比如说奔驰E300 然后再租这种车型租 反正租的到就租嘛 全部租过来 用自己的车轿和车牌 然后我们租去的车 全部改成他们这种 自己的车轿和车牌 然后再去抵押 张老板说 由他们租车行老板组成的 奔驰E300丢失群里 已经有89名成员了 记者看到 群名称后面还有个括号 备注了一个地址 曹家阳 就是盛州黄泽大桥下面的 一个犯罪弹火 租的一个库房 就是专门把拆下来的GPS 养在他们那个养的地方 就搭在店上 那当地也没报警 当地报警了 张老板介绍 租车的人声称 租了车到绍兴盛州使用 GPS也显示 车子确实是在盛州 所以几个月下来 没发现异常 直到最近大伙发现不对劲 这才报了警 你贵姓啊 姓马 马 一匹马的马 对 你设计到是几辆 我设计一辆 21款 最新款的奔驰翼 也是奔驰翼300 对 也是租了你的车 然后 租了我的车 然后篡改了我的车架号 然后套牌套掉了 然后现在 就是 非法抵押掉了 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呢 这个信息 我们都有一个群的嘛 受害者的一个群 冒险的是 冒险的是 那你是 你这个 你这个二手车行 你这个上行是在哪里的呢 上行在 就少女这边 上女 你设计的是几辆呢 我设计了一辆奔驰翼igator 奔驰翼igator 奔驰翼igator 同样的情况 同样的情况 现场有三位车行老板 都是绍兴上渝的 之后又赶来了一位 杭州萧山的租车行老板 农公工 哦 农公公 对 你是什么个情况 几辆车 我就一台 一台 什么次行 奔驰翼300 《毫华力标》 也是被租了之后 被他们改 对 他们就直接 车架号 车�全不改掉 你交车地点在哪里 多名租车行老板在群里一交流 梳理出了五男一女共六个可疑人物 而且绍兴上瑜这几位租车行老板发现 他们跟其中一个男子于某某似乎都有过交集 新鱼的这个新鱼的这双鱼啊 我是188环境的记者 他们说车都是你出去的是吧 我也说还怎样对不对 那就是我一个朋友 他骗我就是他说那个在盛州那边 开了一家的租车行 然后他呢因为没有 没有驾照 然后那个他说这个从清华杭州地方那个租车租过来 价格便宜 那么盛州租车去跪 想到就是为了赚一个差价 那么他因为没驾照嘛 那么从外地去车子开过来是不是需要有那个有驾照的人把车子去开过来的 我就从我就 相当于被他骗了 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 你就是帮他开车的 对我就帮他开车的 几辆 几辆我现在下次我也说不清楚了 大概 大概应该有好几点吧 都是奔驰是吧 对对对 然后你开了车之后交给他了是吧 对 我基本上都是开到上宇的 开到上宇哪里 开到那个就是城市之星这边 属于百光吗 对对对 城市之星是绍兴上宇的一个小区 余某某介绍他把车租走后 就直接开到城市之星外面的马路上 转交给他朋友派来的司机 余某某说他已经在绍兴盛州警方那做过笔录了 因为交车地点属于绍兴上宇百官派出所辖区 多名租车行老板也赶来百官派出所报了警 目前绍兴警方已经立案 1818黄金眼镜子报道 德兜 cuestión 画伦亦 氏 很有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